好,《筆所书》一章十九至二十一字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 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 好,大家看到这个经文 你看到圣经应许什么呢? 应许神给我们能力 不单是今世,来世都有,不受时间的限制 好,那今世,来世呢,你看看这个经文是说什么呢? 虽然是,虽然你说的不是错的 不过呢,从这个经文 是在说什么呢? 会不会是今生和永恒的意思呢? 今生和永恒的意思呢? 这样的解法呢? 是 ok,这个经文我问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是说今生有能力,来生有能力 现在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要判断这个经文的意思呢? 嗯,我觉得可能是 你什么时候相信神就什么时候开始有能力呢? 好,我们要用经文去回答 经文去回答,请大家有这个习惯 经文说什么? 大家再看一看经文是说什么 可能是,今世就是这个世代 来世呢,应该是主在来的时候 ok,我主要问的问题就是 先说,我们今世有能力,来世有能力 我想问你的经文是说什么 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ok,那经文是说什么 什么今世来世都有 讲基督在我们身上能的大能大力 ok 我想大家看经文一路看下去 我解释给大家听 知道神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多大 这个能力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他赐给我们的能力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叫耶稣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所有执政掌权 有能、主治的、一切有名的 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 这个来世是指什么 来世是指来世的什么 来世是不是指天家 是,但是我现在想大家看清楚这个经文是说什么 ok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我现在解释一下 叫耶稣神的能力叫耶稣復活 坐在神的右边 就会胜过所有执政掌权 有能、主治、有名的这些人物或者灵界势力 今世这些灵界势力和来世这些灵界势力都超过 你看到这些灵界势力吗? 因为这些灵界势力 第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 就说到我们今世有能力 来世有能力 这是事实来的 不过从这个灵界势力 我们可以达到什么 我再说一次 耶稣神将在耶稣运行的大力叫祂復活 坐在天上在神的右边 胜过一切所有执政掌权的有能力的 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一切所有的人物或者邪灵 无论他是今世或者来世的耶稣都超过了 其实那个来世是可以解造 是coming generations 即将来的世代 即将来的世代 譬如说2024年开始 当时来说就是在初期教会以后的继续 有没有问题? 对啊 你能不能拿到我先说 识经的重点 就是为什么今世来世 不是讲到我们的能力 是讲到耶稣 胜过今世和来世 将来的所有的政权 所有的能力 OK 那是否 牧师我想问你 红色的字是一个重点呢? 红色的字是我mark的 就是说有些 讲到神在我身上运行的大力 就是我将那些重点字mark出来 是为什么 嗯 其实我们留意重点就 就会好些 就是那个红色的字 重点 那我们就容易 就是讲到哪些 那些重点 这些重点 就是这个问题 而是将今世来世的意思 解错了 经文就是说 今世的执政掌权的 和将来的世代的执政掌权的 所有世代的 所有执政掌权的 就是耶稣都胜过了 嗯 你能不能拿到的分别 就是 明白 是靠着耶稣得胜 是 但是我们先讲 不是这个东西 嗯 这件事是一个事实 不过不是这个经文所讲的 这个经文所讲的就是说 耶稣胜过今世的所有权柄 和将来的世代的权柄 就是现在将来的权柄 耶稣都胜过了 那我们就从经文就是 圣经讲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 不过呢 我们可以从其他经文 可以告诉我们 基督徒是 一直都有权柄的 是有的 不过从这个经文 我们不可以达到这个结论 OK 你明白吗 嗯 明白 好 那我们就讲这个 神属性查经法 港道法 那重点呢 就是讲到 首先有人的 负面和正面的例子 Michelle可以把它打出来 是 然后呢 就是神的属性 我还有一个问题 他这里呢 大能大力呢 就是 是不是 使耶稣复活的能力 就是使耶稣复活的能力 是的 照他在基督身上的 运行的大能大力 叫他从死里复活 和坐在神的右边 和圣经一切权柄 就是这个能力 在基督身上运行的能力 现在呢 耶稣是 神呢 是将这个能力 祂显的能力 有多大 祂所显在我们身上的能力 有多大 就是好像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一样 嗯 OK 知道 还有多谢 你刚才釐清了 来世的定义 因为我刚才上网上查一些诗经 真的有些解经的人 是讲话主在来的 好 OK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是说呢 嗯 我可以即时开开那个 不过我想我要进去才行 不要紧 一会儿我再开开 一会儿我再查 OK 好 那这个经文所讲的 对我们来说 今天的应用在信息上 第一就是说 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 就是说这个经文所讲的这件事 神给的能力 有很多人是得不到 和是得到的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个例子 给大家知觉 大家知觉 我们到底有没有从神领受能力呢 那这个呢 就是反面例子 我先讲到大纲 反面例子 正面例子 和神的恩典 和他的 神的属性和恩典 然后呢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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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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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放在第一点的 就是为什么他们得不到这个能力 那就是警告 警告 警告 提醒和警告 那第四就是 如何得到 OK 那我现在把它说出来 那第一就是 就是现在好像讲信息 不过我呢 就会一直在讲我 在讲哪个部分的 那这个圣经讲到呢 就是 神在我们身上 运行的大能大力 是很大的 是好像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这种能力 并且叫祂完全得胜 坐在神的右边 胜过一切 所有的执政掌权 所有的权势都胜过了 那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 基督徒是有一个很大的权并 很大的能力 那而 事实上反面的例子 又是什么呢 是有很多基督徒 是 真是说 軟弱到不得了的 就是他们 不相信 神在他身上 有这个大能大力 他们也都不懂得 如何拿这个大能大力 或者他们 不信 或者就是他们 小亲近神 所以没有这个大能大力 那 就结果呢 就变成了一些很软弱的基督徒 经常都憂鬱啊 有情绪有问题啊 那这个完全不是神的心意来的 就是神答应了 给了他呢 他是得不到的 那我用一个例子 用一个例子好像什么呢 有个人呢 发明了 啊 一辆车 这样 这个车呢 是很有能力的 它可以 走得很快的 就是这个车呢 它的能力很强的 那 就有个人就买了这个车 但是呢 他不懂得照顾这个车 那他不懂得怎么样有这个能力 那就搞到呢 就是 譬如说 他用那些换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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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门道啊 之类 照顾好这个车 那结果这个车呢 就没有了能力了 就好像死下死下 那样 他说 这个车不是说很厉害的吗 为什么这个车会死下死下呢 那人当然觉得 就是很 不知道这个车的性能 和怎么样保养啊 那所以呢 你是得不到他的益处 那用这个 同一个比喻 那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应该呢 是个个都很有能力的 但是事实上呢 有很多基督徒 是真的没有什么能力的 那是有不同的原因 因为他们不懂得 如何亲近神 他们不信神的大能 他们也不看重神的事 所以他们不关心那些事 就是关心世上的事 越关心世上的事 越得不到的 就是有些人就以为 我关心世上 我得到些什么 就会得到很多 但其实呢 当他们没有跟从神 反而是失去更多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反面例子 正面例子呢 真的有些基督徒 有这个信心 他们靠着耶稣 是做一些很偉大的事 那这个呢 就是神给人这个应许和能力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 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呢 是没有拿到这个恩典和能力 他们没有领受这个恩典和能力 以至呢 他的生命呢 是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呢 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 珍惜神给我们的一切 就在捉住这些的应许 那然后呢 就神的属性和恩典 神的属性呢 就是祂是完全充满能力的 祂是一切能力的来源 所有的世上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 包括智的能力 太阳的能力 包括是机器的能力 什么的能力 其实这些全部呢 都是神似给人类的 不过人就不懂得去拿 于是呢 所以满用了一些能力 所以搞到这个世界很多问题 这个世界上 就算魔鬼的能力 都是从神而来的 神创造 他堕落之后呢 神都没有将他的能力完全拿走 那有没有减少呢 这个圣经没有说的 就是到底邪灵的能力去到什么位呢 圣经没有说到他们去到什么位 但是呢 总之他们是 就是 濫用了这个能力 其实所有能力都是来自神的 而基督徒也有很大的能力 那就是神的属性 他是一切恩典的来源 能力的来源 那恩典是什么呢 就是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拯救我们 让我们能够爱耶稣 亲近耶稣 让我们走在耶稣的路上 当我们走在耶稣的路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个能力了 就是他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 可以靠着耶稣去胜过这些一切 是耶稣神答应我们的 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个东西的 那是 神很想我们都得到的 而当基督徒使用神致给他的能力呢 神是不会不喜欢的 反而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人 他愿意使用他的能力去荣耀神的 那神是非常的喜欢的 那就是神的恩典是乐意给人这个能力 令到改变软弱的人 有些人很软弱 神能够改变他们 以至他们不再是那么软弱了 他们依靠耶稣就一定有很大的能力 好了 那 提醒了为警告 就是当人和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第一他得不到能力 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整天都很不开心 情绪有问题 生命就发挥不了 很自卑 就是整个生命是在一个困苦的状况之下的 是得不到的 而当人完全没有神的关系 最严重最严重的 是去到一个位置 直接他和神没有关系的时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这是警告的 就是说我们神 既然给我们那么多 这个都包括神给我们的计划和资源 就是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全部都给我们的 好了 那如何呢 首先 所有的如何 在什么信息 我都会讲到 首先拆解 有什么难了的东西 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 那么烦恼 那么不开心 那么没有力量 因为他们不依靠耶稣 因为他们没有体重耶稣 因为他们是 是常常看着世界上的东西 注目在世界上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没什么能力了 好了 我们怎么拆解这些呢 我们就需要明白 我们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神掌握一切 不是我们的能力掌握一切 是神掌握一切 因为有很多人有个错误观念 就是说 我信耶稣 我都要是 自己有些事业 有些成就 这个没有问题的 不过他就觉得 那些领域是他自己的 就不是神的 就是跟神无关的 那于是在那些领域 他们是没有依靠耶稣的 那么我们如何呢 就是说神帮助我们 知道一切的能力资源 和一切的成功都是来自神的 就是我们能够成功做到 我们的工作 事业 和家庭能够好 婚姻能够好 都是从神而来的能力 当我们听从神的时候 我们什么困难都可以处理到 都靠着耶稣可以得胜的 那这个呢就是 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件事 我们就去 当他亲近神了 放下垃圾 不要吃垃圾 而呢也都去追求更大的能力 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报道家的能力是很大 有些人就说 我不是报道家 那我不会有那么大的能力 其实有些平信徒都是 他们当他们亲近神的时候 他们去参与一些宣教 他们发觉原来他们的能力可以很大 也都有些基督徒呢 他们呢 生意的那个成果很强 那也都能令到他们有经济的能力 又可以去支持神的工作 那神就更加喜悦了 神喜悦的时候呢 就更加祝福他的工作了 那这个呢 都是原来基督徒是可以这么大发挥的 譬如我们看到有些人 好像Heidi Baker 她在非洲开始了几千个教会 就因为她训练了一些孤儿 她修养一些孤儿又训练他们呢 去遵从神 去侍奉神呢 那他们就成为一些很有能力的人了 那譬如这个Catherine Coleman 她呢 就是因为她真的有领受到神给她的恩赐 而她是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 以至呢 她带来的医治是影响很多基督徒 就是虽然那些医治已经是成为过去 但是呢 就令到很多基督徒对神的工作和医治 和神的生命呢 更加感受到 原来神是给我们很大的权命和能力的 那我就挑战大家去想一下 到底我们的生命的发挥有多大呢 那这个就是在乎我们愿意 擺上多少 愿意走神的路有多少 我们愿意走神的路的时候呢 我们所经历的能力也都越大 那我们都得到的祝福越大 那所以我都鼓励基督徒去试下摆上网 把一些自己的见证啊 那不要看小啊 因为那些见证在网上的时候 是可以触摸很多人的 当我们去越去做得多 和我们生命越大改变 越有神的同在 那个带来的果效是越强的 那事实上是无可限量 就是可以去到一个位置是 远超过普通人看我们的能力 神是答应了 当我们肯听祂说的时候呢 是远超过这个能力给耶稣 是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 我们都可以超越一切执政掌权 就算有政权要拦阻神的工作 都不能够拦阻的 譬如曾经有两个女人呢 在一个异教的国家呢 那个地方是严禁传福音的 他居然呢 他就派了很多圣经 和传了很多福音 因为他最初想不到 是两个女人做的 他以为是一个大的机构 怎样知道原来是两个女人做的 那 那 虽然他后来被捕 不过呢 就因为有外国的人呢 去和他们说话 结果呢 他们是被释放 离开了那个国家的 是不再坐牢的 那这些都是呢 神使用一些平信徒 做很大的工作 那所以我鼓励大家 你去求神去启示 我们的领域 怎样去扩展 我们更加领受到 神已经说了给我们的能力 就叫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个 平凡的能力 譬如有时候 有些人可能去冲破 怎样讲道啊 分享啊 建立人的灵命啊 更新教会啊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得着这个能力的 那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 因为 世人的批判 因为有时世人会批判我们 你没有什么用啊 你做不到啊 甚至有时 基督徒都会批判其他人 你不行啊 就令到很多基督徒放弃 我们就说神啊 既然答应你这么大能力 我就靠着耶稣去领取这个能力 OK 好 有没有问题想问啊 牧师啊 你刚才说 如何呢 有一道理说追求这个能力 那我应该怎么说清楚 是追求神给我们的能力 是吗 是的 就是追求和神的关系 是吧 追求去 亲近神 有神的意念 神的思想 然后呢 追求圣灵的充满 叫我们有能力去祝福别人了 就是这个是从神而来 所以一定是从建立关系开始的 建立和神关系开始的 嗯 牧师啊 那我想问呢 那我现在其实呢 每一个晚上啊 凌晨三点两四点钟呢 那神都会和我聊天啊 那我 就是又或者我自然醒会 自然就会祷告 就会和他聊天 那这个是 就是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又不是说我很刻意追求的 这个是很自然动作 就未必是一个追求的 是吧 你可以跟着追求的 就是神做了开始 我们就继续了嘛 那你继续怎么样呢 就是说既然神会这样做法 你就留意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 留意圣灵怎么样 继续感动你 带领你 你就更加回应了 那譬如我在1998年 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 这个是神做的工作 那这个是神做的 但是我继续会回应的 如果我不回应 我就好像很多 我们当时一起去经历的人 他们有很多 跟着是没有了下文的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生命 没有这个动力 所以呢 就一次经历就完了 首先的展会就是 他半夜会有 圣灵提醒 他起来祈祷 是不是 是不是你问这个问题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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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凡是神的工作 都是叫人更加爱神 親近神的 那如果是魔鬼 魔鬼不会叫人起床 去亲近神的 那他会起床 有动力亲近神 这个明显是从神而来 我们去看果子 果子是正面的 是帮助的 是建立神的 天国的 祝福其他人的 那这个就是从神而来 OK 我有两个分享 那第一个呢 就是他会跟我聊天 他也会吩咐我去做一些事情的 那我就真的是去做的 感谢主 嗯 感谢主 那这个就是 再一步的回应了 就是说会写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应 的多与少 和程度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第一回应 你会 就是你会写下 跟着你继续去做神 吩咐你的事 就是晚上你收到那些信息 那些祈祷的时候 你会写下 跟着去做 那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怎么去回应 保守神在我们身上 开始了的工作 就是好像我这样 我经历圣灵充满 我就会 竭力保持圣灵的充满 我又竭力使用 我也都学习怎么使用 我也都从其他人的回应 去了解我现在的使用 有没有地方可以改善 那这个呢 就是我各方面去 去发挥的 那还有呢 我就也都问神 神啊我可以怎么更大发挥 去影响其他的教牧啊 影响去非洲那些牧师啊 我怎么去用出来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应呢 因为我们人是 不是没有反应的嘛 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是能够 和神合作的 所以我们是负耶稣 要骗 和耶稣一起负这个骗 我们可以一起去做的 而我们去听话的时候呢 就是整个生命地提升了 这个回应是可以加增 和这个程度加深 就是说更加从心灵里面 投入爱神 整天投入爱神 也都各方面去发挥自己 OK 好 还有没有问题 那我想给大家看到呢 就是这个讲道法 Michelle将它摆上来的 那个slide 这个讲道法呢 是大家可以用得着 并且很快预备啊 这个好处 并且它是发掘神的恩典的 神的属性 它的多么美好啊 那整个大纲 都是有个目的去 达到那个主题的目的 比如在这里 大家看到这一张slide 就是呢 比如说我们的信息 是帮助人在主里面有喜乐 那人反面 和正面的例子 为什么那些基督徒 没有喜乐 有什么原因 它没有喜乐的后果是什么 那第二呢 就是神的本性 或者属性 和祂给我们的恩典 神的本性 祂是充满喜乐的 祂又将喜乐赐给我们 祂呢 这个恩典 祂又赐给我们 能够处理生命 所以持续有喜乐 也都赐给我们 这个喜乐的恩膏 可以帮助别人 那就是说 各方面 神帮助我们能够喜乐 并且帮别人 可以得到喜乐 那提醒和警告 如果基督徒没有喜乐 那后果呢 是破坏生命的 就是它 比如它是做很多事情 不过常常都很猛烈 很烦恼呢 它的果效是 是会破坏的 就是它自己破坏自己的果效 好了 如何 具体的方法 如何有喜乐 然后挑战 大家如何可以 追求神的喜乐 并且是 带着祂祷告 所有的部分 都是为了建立 大家有喜乐的 人反面 正面的例子 是被人看得到 没有喜乐 和有喜乐的 这个 情况 后果 以及原因 神的本质 让我们欣赏神 它 Representatives 他这么喜乐 所以我们就渴慕神了 那么 都是去领受神的 那个喜乐的恩赐 提醒人 不要在罪中 然后第四 如何有喜乐 这个很重要 不要光是 只得我聽了一篇訊息而自己不能用出來 譬如說能力 反面例子、正面例子 有些人既然耶穌答應這麼大的能力 但是很多人沒有拿的 神答應這麼大的能力 很多人沒有拿的 所以經常都很煩惱的 神的本性是充滿能力 而且祂賜給我們這個能力的 圓圓不絕的能力 祂都是感動我們去依靠祂、親近祂 祂就可以得著能力了 第三 提醒 如果沒有神的能力 人很煩惱是有反面例子的 就會令人不想相信耶穌 那如何能夠有這個 有從神而你的能力 幫助人去反思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得到這個能力 每一點都是跟那個主題有關的 你這樣去想的時候 每一點其實不是很難想的 但是你想了之後你又如何去再發揮 如何講得順暢 OK 我希望大家都善用這個講道法 祂又發掘神的屬性和因典 讓人歡喜神 譬如這個經文我怎樣幫人歡喜神 神真的是將最好的東西給我們的 令到人是很開心和滿有能力 凡事都能的 多大的權力我們都不用怕的 什麼政權 什麼人的能力 多有錢的人的能力 都不及於神的能力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 但是我們不是去衝擊他們 我們只是去祝福 祝福 我們不怕任何人的難助 我們靠著耶穌 神一定保守 甚至去到殉道 去被迫白 我們都相信在這個時候 神都可以大大使用我們的 這就讓人看到 原來神這麼有恩典 祂成 想將能力給我們 我們就不要活得很無能力 OK 好 有沒有問題 牧師我想再問清楚 在這些聖經章節裡 我看到神給耶穌有福活的大能 那在哪裡呢 祂說祂給了我們這些能力 祂在我們生命中 運行的大能大力 祂在我們生中 運行的能力 運行的能力就是說 這裏有寫嗎 第十九節那裏 在我們身上所顯的能力 我所顯 我以為所顯是顯示給我們看 所顯示給我們看到基督復活的能力 原來這個所顯的顯是 放在我們身上的意思嗎 祂在我們信的人生命中 有種顯露出來的能力 嗯 顯露出來就是說 就是神做一些在祂身上 是充滿能力的 以至這個人呢 祂是會顯露出神的能力出來 那顯露出能力 當然會包括祂自己都有這個能力 就是不會只是 譬如說很多人這樣說 信主的時候就說 神做了很大的工作 那樣 那就不會只是神做工作 那祂的人是完全軟弱無力的 那祂這個能力 那祂這個能力也一定是會 一定是會 在我們生命中顯露出來 嗯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祂說這個能力就是 祂使基督復活的能力 但是我們怎樣是復活的能力呢 顯露出 祂不是說 當然我們將來會有復活 但是祂的重點就不是說 我們有這個復活的能力 而是祂能夠叫耶穌復活的能力 在我們身上運行 祂的能力能夠叫死人復活 勝過死亡權勢 又叫耶穌能夠坐在天上 勝過一切權力 這要講到三方面的耶穌的能力 就是祂叫祂從死亡復活 坐在天上 和勝過一切的權兵 那這些能力呢 就是在我們 神呢 在祂身上的能力 也都在我們身上顯露出來的 其實在原文我看到就是 其實它沒有用 它沒有用顯露出來 其實更好的 就是更好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 我給大家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在耶穌所書 一章十七節那裡說 就說這個很超越性的神的能力 的偉大 在我們裏面 原文就是在我們裏面 就不是顯露 是神的能力在我們裏面 OK 我再看一看來勢那裡 來勢其實就是 in the age to come coming 所以這個不一定是指到 新天新地的 就是可以包括新天新地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 in the ages 就是在那些generations 這些世代 coming 是未來的世代 在二十一節那裡說到 是在未來的世代 所以那個來勢呢 翻譯得不是那麼清楚 是將要來臨的世代 OK 所以不只是說到 末世的 是說到 在未來的 就是由初期教會開始 以後的世代 神都有這個能力 在我們裏面 OK 好嗎 好 那我們現在祈禱 但是那個 我但是不明白那個能力 是哪方面的能力 就是 它就使耶穌復活的能力 又使耶穌坐在天上 如果放在我們那裡 那個能力 我怎麼講得明白 講得清楚 那個意思呢 其實這裡是沒有講到 在我們身上 那些能力 是怎麼運行的 是沒有講的 它只是說 那種能力 能夠叫耶穌復活 和坐在天上 和聖的一切權兵 這種能力 都在我們身上運行 它只是講這種能力 在我們裏面運行 但是就沒有講到 怎麼運行的 其他經文 我們看到怎麼運行 就是比如說 屬靈的恩賜 給我們有喜樂 有力量 有智慧 就是說 要餘絕的 就是 神在我們 在這個餘絕的人身上 運行的 就令到那些 智慧的收睽 就說 我們能夠有的智慧 能力 喜樂 恩賜 機會 因為神會給我們機會 去服侍它 正如它在聖經時代 它給那些聖經人物 怎麼有機會 就是那個應用 和在耶穌身上是不同的 耶穌是有這個 祂叫祂復活 我們來說 將來也會復活 但是在世上 我們還沒有復活 那個能力 就是說 同樣那個能力 這個這麼強的能力 都在今天 在我們裏面的 我明白了 就是說 這裡是沒有講到明 那個能力 還是怎樣在我們裏面運行 它只是說 會在我們裏面運行 而 這種是什麼能力 我們要從其他經文 去配搭 去補充 是嗎 是的 沒錯 謝謝老師 OK 好 所以我們看聖經 就是單純 是聖經講的 但是我們 那些地方這個經文沒有講 我們可以用其他經文補充 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在釋經上 就不要 就 經文沒有講 就是這樣 擺進去 但是其實經文沒有講這件事 那我用一個例子 用一個人的例子 譬如有個人寫一封信 給一個 譬如有個男士寫一封信給一個女生 她說 我很歡喜和你一齊 就是這句說話 我很歡喜和你一齊 那這個女生收到這封信 就在想像 那就是是不是 永遠和我一起 就是說將來會和我結婚呢 那她就周圍告訴別人 她說要和我結婚 那後來 有個男生聽到 我沒有說和她結婚 我只是說我喜歡和她在一起 那這個女士 就是她把她那封信的意思 但是呢 擴展了 而是本封信本身沒有講的 那所以我們 跡經是有點像這樣的情況 也都像在法庭的 法庭呢 就會怎麼樣呢 根據所有的證據達到什麼結論 法庭是 是 沒有權 超越那些證據的 就是她不能夠說 哦 那她當然是想殺人 那你不知道她是想殺人還是不殺 那 我不能夠說 我猜她是想殺人的 那是只能夠憑那些證據去達到結論的 這個是一個公平的審訊 那同樣我們對經文都一樣的 就不要加多些下去 但是我們可以從全本聖經去 擺在一起去查那個經文 還有我這個發揚神屬性就是 經常被人看到神的尾線 這個就是 在經文有時候沒有直接說的 但是我們全本聖經可以看到 加上去的 OK 好 那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在我們身上的 運行的能力 這個能力在我們裡面 是超乎世上的能力的 是極大極大的能力 能夠叫耶穌從死裡復活 並且坐在天上 聖過一切執政掌權的 今世和未來的世代的權兵 耶穌都聖過了 所以我們一點都不需要懼怕 我們有從神而來的能力 求主也都幫我們 除去那些難了的勢力 比如我們的擔心憂慮 我們被人影響 我們貪愛世界 這些就會難了我們得著神的能力 求主幫助我們靠著耶穌得性有餘 靠著耶穌是能夠領受這個能力 發揮出來 使用出來 這個才是神的心意 好像一千 二千 三千 兩銀子 那個比喻所講的 那兩個仆人五千 二千 五千 二千 他會使用那些恩賜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不只是拿了恩賜 收了不用的 求主幫助我們使用神 給我們一切的資源 多謝天父賈兵 他跟 him打算 你在威風也對來 這一個字幕 是說 Вы你管的 以仗あります gjorde我們 Cu這次月 明早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